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都是自动自发的经济 大家欢喜来读圣讯 让我一次次与先佛更亲近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德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德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之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第十六次的 百洋圣信论语成读 那我们今天一样要继续来学习的是 人不知而不孕 人不知而不孕 不欲金子夫 那今天要学习的是不孕 不孕就是不会生气啦 人家不知道我不会 因为这样不高兴 不开心就生气了 我们只要求自己的充实 不见得一定要人家知道 这个不孕就这个意思 好我们 从一开头的这个政坛师 我们请苏军 既观伙伙持续 不要回头才能向前走 能够放手才能够拥有 好虽然只有简单两句话 但是不容易做到 我们常常左顾右盼 常常走一步退两步 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勇敢的向前走 不要回头 这个回头当然也有个意思啦 就是说一些过往的不如意的事情啦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烦恼执着啦 都应该放下 所以要能够放手 能够放手很重要 放手呢 不只是有形的东西放下 心中的那些执着烦恼 也要能够放手 放得下才能提得起 才会真正的拥有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吉公老师给我们的慈悲 来 那个素儒 中佛佛慈悲俗语 上一节课是什么课 分析磨好的争议及其应付方法 昨天中午吃什么菜 便当 前天中午吃什么 你上星期三吃什么 为什么 为师要这么问 想知道为师的用意 请听我慢慢道来 我们人对于该记的事情 不一定记得住 对于该记的事情 十年八年前的都忘不了 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用错心 把心思放在不该放的地方 是吗 好 一开始佛佛老师给我们启发了 说我们常常用错心 把心思放在一些不该放的地方 所以才会叫我们要 不回头 要放手 那 譬如说我们当然不会去记 我们今天 这个会吃到什么 昨天会吃到什么 前天吃了什么 我们可能不会去特别用心记这些 那 代表说 有一些事情 我们是不会把它放在心上 但是有些事情我们 却会十年八年都忘不了 那问题是这些事情 到底该不该放在心里面 如果不该放的 我们一直把它放在心里 这个叫做用错心 把心思放在不该放的地方 好 一如 当然 上个礼拜三是什么 不见得那么重要 但是我们眼前重要的事情 也不见得会记得住 做去不好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把精神记在心里 该放掉的 就把它放掉 能够放手 才能够拥有 人不要一直回头 才能向前走 对不对 只抓住一个东西 怎么去获得别的东西 这个东西放不下 就没有办法得到别的更美好的东西 好的 能够放手才能够拥有 放得下才能提得起 如果我们放不下 没办法放手 就像一个杯子装满了水 你就没办法再倒进其他的东西 那所以有时候该放掉就要放掉 把它放空 就像杯子里面东西把它倒空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再装新的东西 往往呢 放掉旧的这些不好的 才有办法装进新的更美好的东西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激公老师给我们的 一样是政坛师 但是他是调记 一首歌 来 苏苏姐 激公活活持续 过去的事让他过去 莫要再提起 重新开始认识自己 闪亮的菩提 把握这个殊胜加起 努力再努力 无师无我 天人合一 满愿又如意 如何脚踏实地 可别忘记 出发之心永不放弃 目标是无极 好 这个 这首歌呢 后面那一句呢 前面激公老师也有跟我们勉励 应该是拿撒师兄 跟我们勉励 那出发之心永不放弃 目标是无极 但是要能够出发心永不放 放弃 意思是说 这些该放在心里的 就要牢牢地把它放在心里 那个出发心 要牢牢地守住 那我们呢 常常 把一些不该放在心里的 都把它放在心里 那该放心里的就很快 就让它不见了 所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把 莫要再提起 重新认识自己 闪亮的补体 就把一些不该放心里的 这些就让它放下吧 不要再提起 重新认识自己 就是当你放空自己 才有办法真正的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补体本性 哦 原来是这么样的闪亮 这么样的可贵 接下来呢 才会懂得把握佳琪去努力 要不然人啊 心里面老是放不下过去 就会被过去给牵绊住 我们就没办法向前去努力 要向前努力 先放空自己 找到自己的闪亮菩提 努力的过程是无师无我的 天人合一的满艳又如意 而且激光老师定领我们要脚踏实地 然后那个出花心永远不放弃 目标是无极 好 这首歌呢 后半段我们继续来读 陆姐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不要执着 后悔也好 痛苦也好 不要了 把它丢掉 很多事情 该放下的要放下 除非你不愿意成长 就像为师的扇子 我就是喜欢 永远拿着 这双手就没办法拿给的东西 永远都拿着这扇子 这扇子会花花 还会显示三四亿 因果 是个很厉害的宝贝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福尔们执着的可能 连这个扇子都不弱 但是你们却爱得不得了 好 这段话呢 佛老师是用他手上拿的扇子 很慈悲 给我们庙华无边的 给我们开示 他说 就像这把扇子 如果你永远拿着 你就没办法 这个手就没有腾出来 做其他的事的机会 你就没办法拿其他的东西了 那一个人常常也是这样子 我们就一直执着不该执着的东西 你说如果拿一个像激光老师那种扇子 会花光的扇子 那还好 偏偏拿一些不该拿的 而且不会花光 甚至会让自己很多烦恼的那些东西 阻碍我们成长的东西 让我们的心 不得安宁的东西 一直放在心里 所以在这里呢 激光老师很慈悲啦 他说 我们要懂得放下 就算 激光老师那一只 会花光的宝贝的扇子 有时候为了救徒儿 为了爱徒儿 他还是得爱 爱得不得了的东西 他也会放下 好 来我们接下来 就来进入这个经文的部分 叶丽讲师 好的 好的 这个万物懈怠 这个物应该是不要的那个物 这可能是一个错字 万物懈怠 就是不要有懈怠 就是精神萎靡不正 然后怠惰 那这样子会浪费时间 所以要把握家旗 看清生命的实相 我们要努力的是 花费我们生命的摧毫 而不是呢 其同流何物 所以要同流不污 结尽 洞悉心念 不彷徨 好 好 我们请淑娟 醒师自觉 第一桩 探亲生命的实相 君子能但求尽的修业人 蒸蒸日上 首先第一桩就是能 行有不得 环求诸景 醒师自觉的人力一定要有 其次万物懈怠 宽慧时日 虚子光阴 应把握家庭好好去努力嫁法宗 其三 看清生命的实相 好好发挥生命美好的本质 令之璀璨 方应当 其次在度己度人的过程中 应做到同流不污 结己尽 动心心念不彷徨 好的 我们知道前面 讲了很多 君子人应该有的修养 因为我们这一句话 人不知而不应 不义 君子夫 这讲的就是一个 很有内在充实 又不为人知 也不会生气的 一个很有修养的君子人 这个君子人呢 他但求尽得修业 能够蒸蒸日上 他其他呢 他不会在意 名啊 利啊 这些 日子只要能够过得了 生活不成问题 这些都是其次 重点在尽得修业 能够每天进步 蒸蒸日上 就是每天都进步 但是要做到这样子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桩就是第一件事情 要能够行有不得 缓求诸己 因为人生 常常有不如意识 这个叫做行有不得 缓求诸己就是 回过头来 还醒自己 到底错在哪里 省思自觉的能力很重要 其次呢 万物懈怠 旷晦时日 息子光阴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保握时间 因为人 每个人的时间 其实生命是无常的啦 我们能够健健康康 还有体力可以做 为上天来做一些事 那我们就要好好把握 把握加齐 好好去努力 共驾法周 其三呢 当然我们一切的努力 绝对不是盲目的 而是要看清生命的实相 好好发挥生命 美好的本质 这个是上天老母 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美好的本质 令之璀璨 璀璨就是发光花热 方阴当 其次呢 在度己度人的过程中 应该做到 同流不污 结己尽 洞悉心念 不彷徨 那这个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季工老师怎么来教导我们 那个 宿如 即功和佛 慈悲足语 我们要让自己的道业 事业 蒸蒸日上 常常省思自己 哪里做的不好 哪里做的好 不好的改进 好的再发挥 同流不合乌 虽然这个社会有很多引用 但是我们不能受忽然 要保持我们那份很好的心理 好 静德修业是每一位君子人最重要要做的事情 这个每天每天都要蒸蒸日上 而且要精益求精 做得好 还要更好 因为静德修业有没有止境 那另外呢 我们白羊时期最重要就是 要走入众生 走入人群 我们是不离不弃每一个众生 只要有人的地方 我们就要去散播真理 散播爱 去度化 这一些九六言佛子 但是因为我们不离世间 不离众生 不离人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受到 世间这个红尘的污染 所以要自己能够把握得住 不要被引诱 不能受污染 我们那一份美好的心灵 一定要保持住 再来我们看看下面的 来那个 玉如 人品清高义丰芳芳 物分里外 具是 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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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嗯 然后 温良 温良公姐有千粮 千辣 其 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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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正 济心房 永世 佛 原 福宣 福宣 永世福宣 己志 向 有所坚持 必成长 人不知我又怎样 何须在意心受伤 好 金子仁最重视的就是人品 啊 人的品格 这个比他的生命还重要 所以品格不可以有任何的污 污 污损 或是瑕疵 就像那个白意一样 那么样的清高亦芬芳 当然呢 在这个 人 人品 有时候不是只是看外表 这里不分里外 就是里里外外 一个人的内在美 外在美 人品 就包括里外 既是脏 脏就是非常的美啊 善啊 很好的 非常的善好 美好 展现出来呢 就是那个温良公俭让 然后呢 那种严格要求自己摘桩忠正 永远都不会忘记 叫做永失福先 自己所立的艳丽跟志向 有所坚持 当我们遇到考验锻炼的时候 就要有所坚持 必成长 人不知我又怎么样呢 人不知而不孕 何悉在意心受伤 就算人家讲很难听的话 让我们心受到伤害 但是呢 只要是为众生 为度化众生 受再大的伤害 我的愿意 只要能够度化到众生 好 那个 苏珠姐 人品清高义分方 永失福远 福宣 以志向 君子人的人品 清高义分方 言行不分里外 俱事美善 待人皆悟 态度温良公俭又千让 言以律解 栽桩忠正 即兴法 永失不忘自己所立下的 愿力志向 重难遇到各种的考验断念 也能有所坚持必成长 努力充实好自己 人不知我又怎麽 怎样 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 只要是为度众 受苦受劣 也心好 也心甘 何须在意心受伤 谢谢 金子人最重要的就是人品 那这个人品呢 是里里外外 就是内在的涵养 德性的涵养 外在的那种 给人的感觉 也包括穿着 言行等等这些 这个都是要言行不分里外 即是美善 那在待人接物的态度上 一定要能够展现那种 温良公俭让 还有对自己的要求要很严格 叫做言以利己 栽桩中正及心房 还有呢 永世不忘 永远都不要忘记 自己所立下的艳丽跟志向 纵然 遇到有各种的考验锻炼 因为人生的过程当中 修办道的过程当中 一定都会有 也要能够坚持必成长 坚定我们的志向 努力去实践 努力充斥好自己 就算人家不知道我又怎么样呢 人不知而不韵 以无言大词 从底大悲的心来度众 就算受苦受累也心肝 何惜在意心受伤 那个业力讲师帮忙 替公活佛慈悲足语 老师慈悲问班员志向 把人做好 不管任何引诱都不受影响 让父母过得开开心心 遇到与父母不合 自己委屈一下 委屈就是孝顺 会跟父母交流 所以孝顺没有委屈 有父母可以孝顺 就已经很安心 孝顺父母 幸福 你有没有想过 要让父母走上这条 超生了死的路 加油 老师帮你 好 季光老师很慈悲 总是一再的勉励我们 鼓励我们 深怕我们受到外在的影响 被引诱 或者是遇到不如意识 或是有所委屈 其实就像这边所讲的 不管任何引诱 我们都不要受到影响 把人做好 然后 有时候跟父母亲的相处 要能够把握那个机会来孝顺 万一有什么 不和不愉快 就委屈一下自己 委屈就是孝顺 当然 孝顺父母绝对不是一种委屈 那是一种幸福 能够有机会 就算再怎么委屈 只要有机会孝顺父母 那个都是很幸福的 所以孝顺父母家人幸福 那最终呢 也要让家人父母走上超生鸟舌路 要度他们求道 加油 孝顺老师帮我们加油 好 那一例讲师再把后段也读一下 以理代言 遇到事情不生气 生气怎么样 就中计 伤身体 做个耿直的人 孝顺父母 这是大家普遍的志向 有所坚持 必成长 你的志向 要坚持去完胜 有所困难 要去突破 过了障碍 就成长 那一例以待人 这样子才能够离以和为贵 人和比较重要 大家和和气气就不生气 不生气呢 就是最好的修炼第一步 就改毛病气脾气嘛 那生气啊生气就重疾了 所以我们对父母亲也好 对自己 越是熟的人 越容易乱花脾气 这个是很不应该的 所以要和气身材 加和万事心 然后大家有共同的志向去努力 有一个能够共同努力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可以去完成的话 那也是很重要的 很幸福的事 好 再来 我们请淑娟 幼小的心灵有没有受伤 人家讲两句话就很受伤 很难过 会不会 人家不知道我们没有关系 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 总有一天别人会了解 不了解没关系 自己上天会了解 最可悲的是自己 每做好就真的很悲惨 别人了不了解是其次 自己有没有做好最重要 当我们心受伤的时候 有很多种情况 这都是行有不得 行有不得 有不如意 就要缓求诸己 虽然我们受伤会很难过 但是也要缓醒缓醒自己 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不要都只怪别人 那做好自己本分的事 总有一天 我们会了解别人 别人也会了解我们 不了解没关系 别人还没了解我们没关系 人不知而不孕 那上天也会了解 那季公老师这边讲 最可悲的是 自己没做好 那就真的很悲惨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 让人家值得了解 人不知 那是因为我们根本 没有值得人家知的 自己没做好 那就真的很悲惨 那别人了不了解是其次 所以最重要是自己要做好 最重要 好 素儒 莫受他人之影响 勇往直前去开荒 不管怨棒但美事 自在泰然的飞翔 事欲事毁皆扬弃 命运不再受捧绑 无有计较并乐天 欢喜长阳乐无疆 好 莫受他人之影响 我们人常常活在别人的 这个一言一行一己动当中 就是常常会受到人家的影响 一句话也会影响 一件事也会很容易影响 所以当我们要摆脱这些影响 才有办法勇往直前 会影响到我们的 通常别人讲了一些 厌棒的话 或者是赞美的事 赞美我们的事 叫做宠跟辱 不要受这些影响 就能够泰然自在的飞翔 不管讲的是好或是不好 我都不管他皆扬弃 这样命运就可以自作主张 就不会有太多的计较了 就能够乐天之命 欢喜长阳六五江 好 好 蘇珠姐 勇往直前去开放 命运不再受捆绑 在行道度众的过程中 莫受他人放道之影响 信心坚定勇往直前去开创 仲然有各种的考验 只要是为行道度众 不管愿棒或赞美 都能自在泰然的飞翔 学习技工佛佛老师的骁赏 事欲事悔皆洋气 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 不再受名利的困绑 一切得失有无计较 并乐天 欢喜坦然乐无将 好 那受到影响 我们的信心就开始动摇 那这样子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要信心坚定 才有办法勇往直前去开创 仲然有各种的考验 只要是为了行道度众 我们都愿意承受了 就算我们为了度化众生 受了很多委屈 受了人家很多的愿棒 就是厌由跟毁谤 那或者是人家的赞美 其实这些都不关心 关心的是众生能不能真正 度众上岸 那才是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这么样的潇洒 就像我们的技工老师一样 泰然自在的飞翔 一切的毁欲 这些都可以放下 都可以扬起 自己的命运就可以自我掌握了 那不再受外在的这些名利的捆绑 甚至酒色才气的捆绑 那一切的得失 无有计较 并乐天 乐天之命 有时候进人事听天命 敞扬在这个欢喜当中 滑喜当中 乐无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学习到这边了 OK 这后面有一段 我们把它读完 好了 那叶利讲师帮我们读 既功活活 慈悲足语 不要管人家讲什么 只要我们内心笃定 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 就可以勇往之前去做 如果人家给我们建议 反省过后自己是错的 就不能固执己见 人家好心 不让我们走错路 我们就要想一想 人家讲的有道理 做错了 要回头 不管人家讲什么 我们自己心中有一个笃定的目标 还有一个坚定的志向 比较重要 那勇往直前 一定会有考验断练的啦 那些不如意的事情 那些很难听的话 都是一种考验 有时候我们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嘛 反省过后 如果自己有错就改 那不要太固执 人家的好心 我们也要心灵 那我们有时候要想一想 有道理 我们也要听 做错了也要回头 那这季工老师给我们的慈悲勉励 那我们留最后一段 我们明天再来继续